这个奔跑的男孩在躲避来自哥哥的虐待 他冲进一间房屋牢牢关上门 不一会儿拍门声响起 他举起棍子 却只见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恐怖稻草人 哈利是一名饱受欺凌的孩子 跟别的孩子不同 他的欺凌呢不是来自同伴 而是来自自己的哥哥 这天他正郁闷的在河边钓鱼 身上又满是伤痕 伙伴小胖安慰他 如果他想搬家 随时可以来他那边 哈利笑了笑心情放松了点 可随着小胖离开 他的心情又坠入谷底 他不知道今晚回家该怎么办 正想着 他的自行车被砰的丢下来 哥哥追来了 因为哈利不小心弄脏了他的车 他要来修理哈利 兄弟俩争执起来 哈利慌忙逃跑 哥哥紧追起后 哈利跑啊跑啊 他穿过一片片树林 跑进了一座农场 这时他看见一个 被悬挂在木架上的稻草人 他的样子呢 十分诡异 脑袋是用瘦骨做成的 胸前还插着一根棍子 他没多想拔下棍子 当做防身武器 哥哥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他冲进一座房屋 关上门 紧张的举起棍子 不一会儿拍门声响起 他从窗外看去 可令他吃惊的是 哥哥根本还没到门前 忽然 嘻嘻嘻嘻的声音传来 稻草从门缝中伸进来 抓住了门锁 哈利惊慌失措 他连忙往楼上逃 结果一脚踩进窟窿里 直接掉进了地下室 他一抬头却只见 哈利整个人懵了 但稻草人又缩了回去 似乎是在找下来的路 哈利害怕的躲到一旁 却又看见角落里 有一具尸体 上面靠着一把猎枪 哈利大着胆子走过去 发现地上有一张遗书 看起来是这位自杀者写的 他阅读起来了解到 关于这座农场的往事 原来七年前 农场主的妻子逝世了 因为过于孤独和悲痛 男人打算为自己造一个伴侣 他利用稻草受骨 以及妻子的旧衣物 制作了一个稻草人 可没想到 稻草人竟活了过来 一开始男人有些害怕 但稻草人很显然 对他并没有恶意 于是男人放下了戒心 可好景不长 坏事发生 稻草人居然杀死了一个 擅自进入农场的小女孩 男人很恐惧也很懊恼 于是他把棍子 对进稻草人胸前的心形中 把他钉死在木架上 自己呢 则开枪自杀了 阅读完毕 哈利陷入了惊恐中 他刚才拔走棍子 无意中释放了 被困住的稻草人 这时拍门声响起 稻草人撞开地下室门 走了下来 哈利手握猎枪躲在角落 大气都不敢喘 稻草人四处环顾 发现了已经死亡的主人 他呆住了 这时哈利冲出来 他抠动扳机 空弹 稻草向他伸来 哈利慌了 他给了稻草人一下 直接往楼上跑去 稻草勾住他的腿 哈利摔倒在地 稻草人走过来 狠狠地摁住哈利 眼看要命丧黄泉 哈利一把拽过旁边的棍子 挡住了稻草人攻击 但令他惊讶的是 这一档啊 稻草人竟缩回了稻草 他停下攻击 跪倒在哈利面前 哈利有点困惑 但他来不及多想 直接一棍捅进了稻草人心脏 稻草人倒在地上 不动了 事后 哈利匆匆回到家 他打开哥哥房门 小心翼翼地拿出针线 似乎啊 在缝着什么东西 不一会儿 他用棍子弄醒哥哥 哥哥一看弟弟回来了 正要起床教训 却发现自己被缝在了床上 他破口大骂 但哈利表情猙獰 镜头拉圆 此时 稻草人正在房间的角落 他被哈利带了回来 哥哥失声惊叫 哈利用棍一指 稻草爬上哥哥的身躯 故事结束 恐怖稻草人是2019年 恐怖美剧鬼作秀中的一则小故事 原故事名为伴侣 通过剧情里男人的叙述 稻草人的形成 可能是材料中 灵异的受骨妻子的遗物 以及男人对陪伴的强烈渴望导致的 而稻草人在拥有生命后 唯一不会伤害的人 就是自己主人 因此在哈利重新取得棍子后 稻草人理所当然的 把他当成自己的主人 哈利用棍子做出的任何指示 他都会照做 于是重新复活的稻草人 再次成为一个杀人怪物 不同的是 这次他的主人不再是阻止者 而是指使者 所以说兵器没有好坏之分 区别在于使用他的人 这次我们来说兵器就要帮助 再次顺利养价格 我最自然的顺利充须